卓西国小射箭队参加第19届的明智杯射箭邀请赛 成功未免团体冠军并南跨国小组个人经营同季前八名的奖项 再度以实力印证国西国小射箭队是全国射箭冠军的常胜军 卓西国小射箭队参加第19届明智杯射箭邀请赛 成功未免团体冠军包含了国小组个人经营同牌季前八名的奖项 再度以实力印证国小射箭队是全国射箭冠军的常胜军 因为我们认识我们是姐妹校 所以呢邀请了我们姐校过去 那这些的成绩啊第一名当然是男生 就是本校的男生 第二名到第八名都是我们本校五年级的女生 成绩啊相当优异 小小选手表示每一场比赛都非常认真 这次北上比赛表现不如预期 这一次回来重新调整 将要准备这周六的中华同周共计服务社射箭杯锦表赛 第一局有点紧张 第一局的第四趟有点紧张 因为少设两期间他那个分数会降低 然后到比赛的时候只设三百二来那些的 然后就心情很差 就想说为什么我在学校设的时候设得很好 在比赛的时候设得很烂 那然后就心里想说 我的动作到底哪里错 这样子 就会去调整这样子 对 学习国小与明治科技大学姐妹校结盟达成共讯 在明治科大全盘规划下展开实际的交流活动 只要是遇到暑假 明治科大射箭队就会南下 卓西国小办理属其娱乐营活动 并指导卓西国小射箭队训练 当明治科技大学每年办理明治被射箭邀请测试时 卓西国小射箭队就会北上参加 到现在都没有缺席过 记者高雄雄 卓西湘 蔡庞宝洞 请不吝点赞